全坡科技的技術起源于国防科技 主要领域有射频、微波、通讯 也就是RF、Microwave、Communication 在全坡科技的整合技術中 所衍生出来的许多产品跟次系统 其中有多项让国内各方面的业者占预为 是国内第一、台湾第一、世界顶尖的产品跟次系统 过去几年我国甚至在国外 发生过多次的消防灾害 那么在我国的消防灾害中 也很不幸的造成了多位消防弟兄的殉职 事后仔细去归纳、检讨、发生灾害的最重要的两大原因 第一个是资讯不足 第二个是通讯不良 这导致在国厂外的指挥官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启动最正确的救援行动 所以我这边跟各位来举例 首先第一个我们谈到我们的消防单位非常在意的是 到底这位消防人员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那这里就是由本公司开发出来的 这叫消防人员用的九轴定位 它是细在腰上 那么它就是所谓我们提到的自主定位模组 它完全不需仰赖GPS 所以只要你配备这个模组的话 那么消防人员在火场里面的任何一个位置 都可以被定位的很清楚 那第二个就是目前这个消防人员 他都有被气瓶 但是他气瓶剩余量还剩下多少 目前这些目前在目前的技术里面都还是有困难 所以呢我们就是结合AI 人工智慧的方式 在这个气瓶上面去做一个侦测 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个侦测 可以将目前的气瓶剩余量 把它给很正确的传输出来 那么它的误差大概在5%以内 大概在5%以内 好另外那么这个消防人员 他的目前生命状态是如何 好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机能衣 很轻很薄 这都是我们台湾本土开发出来的纺织产品 那么它可以侦测这个消防人员 目前的心跳跟它的体温 好也可以知道这个消防人员目前的生命状况 好那么这个是消防人员 配戴了一个头盔式的摄影机 那么真的有必要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外面的这个消防车上的萤幕上 也可以侦测到目前这位消防人员 他所处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好所以目前来讲 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资讯不足 那我再强调 资讯不足的部分 我们解决了 第一个让他知道他的位置在哪边 第二个让他知道 让我们知道目前的气瓶剩余量 还剩下多少 好第三个我们知道他目前的生命状态 第四个我们可以了解 他目前所处在位置那边的场域的相片 好那最后刚刚我提到 第二个所谓的通讯不良 刚当所有的传统的通讯装备 都无法满足在国厂的通讯需求的时候 这时候就SUPERTIRA就上场 SUPERTIRA它可以从楼上40层楼 一直到地下三楼四楼都可以完全畅通 它可以在刚购场域里面 到好几间的水泥隔房里面 它都可以通讯都可以畅通无阻 所以也就是说针对消防人员来讲 好这上面它有配备SUPERTIRA 那这个九轴定位上面也都有SUPERTIRA 那就利用这两个内坎SUPERTIRA的传输模组 就可以把它的位置 可以把它的生命感测的迹象 可以把它的气瓶剩余量 也可以把它的相片 完全99%以上可靠度通达率的情况下 传给外面的指挥官 让外面指挥官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 什么时候该启动正确的救援手段 最后我要再特别highlight的一点就是 全波科技目前在我们台湾的工业界里面 是极少数至今 能投资50%以上的研发资源 在基础科学的研究上 那么基础科学 虽然是一个冷门的科学 但是它所成就的国际竞争力 也就是在全波未来 走向国际的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动力